HELLO 电脑前亲爱的小精灵们 很高兴又在我们的糖果课堂和大家见面了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非常喜欢分享甜蜜知识的糖果老师 那从今天这一讲开始 我们就正式步入到了寒假的学习当中了 那么在我们之前的暑期和秋季学习当中 我们不仅仅去学习了基础知识当中的字 词 句 段 而且还学习了如何用有效的方法去阅读 如何能够把文章写得非常具体而生动 那么从这个寒假开始 我们将继续去在语文的王国当中自在的遨游了 那今天这一讲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会发现今天呀 糖果老师 这怎么在第一次课就把大家领进了作文音乐呀 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有许多的小朋友们 平时在写文章的时候 总是会出现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 那么这些作文呀就好像是生了病一样 需要我们去给它医治一下 而且在我们整个的小学中年级阶段 修改兵具类的提醒呀也成为了一个必考的考点和一个诗分点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去自真俱着小修改了 那在修改之前呀 老师呢就情不自禁的想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 要和电脑前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好 那么现在呢 你需要做的指示对吧 把眼睛对吧 眼睛都带来了是吧 好 说起耳朵我们来认真听用心思考啊 好 这个故事呀发生在我们的糖果笑笑堂 说呀 这个阿呆和阿瓜同学呀 他们是一对非常要好的好朋友 可是我们会发现朋友有许多种 有的朋友啊相互见面呢 那叫互相鼓励 打劲 加油 对不对 而有的朋友呢就会互相损 互相扁低 那阿呆和阿瓜呀 他们就是一对对吧 见了面之后啊 总是会相互开对方的玩笑 互相扁低对方的这样的一对好朋友 那有一次呀 在一个隆重的场合当中啊 在一个隆重的场合当中 这个阿呆呀 他要参加一次音乐会 哎 他要参加一次音乐会 那而且呢 阿呆呢 他的鼻子演奏的特别好 他就要拜托阿瓜 说一会儿我在演奏之前 有你我最好的朋友 到上面来给我这个干嘛呢 哎 给我先先录一下 对不对 哎 做一个银场 结果阿瓜当时说 OK 没问题 那阿瓜呢上了场之后 振振有词 那当时呀 哎 范儿这个马上就起了范儿 是吧 于是他非常自信的说了这样一句话说 观众朋友们 下面请听阿呆的 肚子敌咒 哈哈哈哈 这句话说完了之后啊 满场的人啊 全都是捧肃大笑 他们呼啸一堂 那当时呀 阿呆并不知道自己啊 哪里错了 阿瓜也没有听出来 最后 哎 他先让我们的小糖果们 来这个发现一下 他说下面请听 肚子敌咒 其实应该什么呀 应该是鼻子独咒啊 是不是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哇 这个演奏笛子的这个 对吧 哎 这一个倒霉鬼 他终于发现了画中之画 于是非常愤怒的 在演奏完笛子之后 下来指着这个阿瓜就说 我真是老虎不发猫 你那当我是鼻猫呀 好 哎 他说 我就是老虎不发猫 我们应该那句话怎么说呢 老虎不发猫 你当我是鼻猫 结果他说反了 他也说成了 老虎不发猫 你当我是鼻猫呀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听了刚才阿丹和阿瓜 这个小故事 他们在表达的时候 都算了一个共同的毛病 就是什么呀 哎 我们会发现 就是把话给一不小心 说反了 是不是啊 好 孩子们 那么其实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时常有这样的笑话 我们在生活当中 你去表达的时候 有可能也因为我们的语句 这个语序不当 对吧 或者是这个语言有有问题 而笑料百出 那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要把以前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病句 通通把他治好了 病句呀 他就是在剧者王国当中生病的那些人 是不是啊 那希望我们电脑前 每一位小朋友们 我们摇身一变 变成小医生 咱们来给剧子呀 治剧病 好 那么说到这儿 又会有许多的同学呀 会不会老师 老师啊 阿呆和阿瓜的故事 真的是很搞笑 是不是啊 哎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给文章做修改呢 如何去给句子做修改呢 老师啊 今天这节课 先跟大家整体的来分享一下 我们几个大的法宝 然后我们再具体的解决其中之一 首先呀 你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在语文学习当中流行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文章不厌 千回改 这个文章啊 他就是在具体的修改当中 演练而成的变得越来越精彩 那么宋代的一位词人王安石 对不对 王安石他在写博传瓜粥的时候 他写到了春风又绿江南岸 就这一个绿字呀 他改了十多次 最后终于销定要用这个绿字了 这也是推销二字的由来 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修改那么重要啊 可是又有的小朋友说老师说实话 你看我写完的作文呀 我自己不会修改 老师非常理解大家 因为如果你没学习过糖果法宝的话 那肯定不会修改 不过今天你会听到了 学会如何改文章了啊 首先我们要学会找毛病 你是医生 你首先要看出来人家有什么病 你别人家本来是头疼发烧 结果你给你给人家开了治坏肚子的药 那肯定不管用 是这样的吧 我们首先要对症下药 是不是啊 好 那么我们怎么找毛病啊 先从大的地方找起 要看一下这篇文章啊 审题是不是正确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我们这一次春雷杯考试 对吧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在这个考试之前 看到我们的视频 那么有可能你就占了心机 是不是 好了 那有一个题目叫做 有趣的什么什么 有趣的什么什么 哎要围绕着一个读书的主题 去哎 这个给文章起一个题目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选完题了之后 我要给文章起题目了啊 比如说我要说吗 有趣的书房 或者是有趣的读书生活 孩子们 那你说这一整篇文章 那我就写了我的书房呀 一共有一共有这个二十米 一共有这个二十这个平方米 是吧 哎 我的左边呀 摆放着都是这个名著之类的书 右边呢 摆放的都是这个绘本之类的书 对不对 一顿介绍我书房里 究竟有多么的广阔 对吧 哎 多么的气派 多么的土豪 你觉得写的这篇文章可以吗 我们会发现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呀 哎 我们要学会在题目当中 画关键词 有趣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书房当中的去体现出来 那在我们修改的时候 你要审题 你先要看一下这个题目 对不对 或者是材料 题材 如果你写的文章和题目都不符 那么这篇文章已经要做一个大手术了 就类似于画陀要给曹操做的那种胎颅手术一样 明白了吗 是小改改不了的 因为你整篇文章都完蛋了 是不是啊 好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要看一下这篇文章的中心是否明确 我们会发现到了中文集 我们写的每篇文章不可能再是那种 我今天早上吃了两根香肠 一碗粥 外加五个大包子 不可能是这种事情 对不对 每一件事情 它的背后啊 都有一个意义 叙事文的中心可能就是某些道理 对不对 那写人文的中心呢 可能就是反映了这个人的某种精神品质 而重物文的中心 一般呢 都是突出了物本身的特质 对不对 好 我们二要明确中心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去看一看材料啊 是不是围绕着题目 哎这个非常典型的哎 给他干嘛呀 选择的 对不对 以及呢 内容 以前那大的三个板块都检查完了之后 就要看一看内容是不是具体了 比如说嗯 咱们你看三年级整个上班学习 我们的暑假 还有我们的秋季班都在学习让文章编的具体 对不对 那比如说老师说 我要去 明天我要带着所有的小糖果们到动物园去玩 是这个主题 对不对 哎 动物园之旅 好 那么结果老师在写的时候呢 我写的是 啊 明天 我就要带着所有的小糖果们去北京动物园游玩了 糖果老师心里幽微的激动 在前一天晚上 糖果老师就在浴跪前不停的打量着自己第二天究竟要穿什么衣服 一开始我选择了一条红色的长裙子 结果我发现去动物园穿裙子不太合适 那么接下来 我又选择了一身白色的运动服 我觉得这一身还比较帅气 结果第二天清晨 我五点就起了床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吃了两根油条 喝了一碗豆浆 接下来坐了一小时的公交车 终于来到了动物园 今天一天的油吧 真的很开心呀 我的作文切完了 好 你就会发现这真是让人 奇效皆非是不是 为什么呀 老师刚才我想写的主题是什么呀 是去动物园玩 对不对 哎 结果我选择的这个材料 并不是去动物园玩 而是我提前在家玩了 这样了吧 好了 那么我们也会发现 这个内容啊 你要在哪里写具体啊 哎 我要在重点之处 把内容写具体 具体到什么程度啊 比如说人物 他的语言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学习语言描写了呀 在秋季班的时候 对不对 好 比如说 他的动作是什么 这也是我们秋季班学习的内容 是不是啊 我们要学会温故而知心 因为我们的整个语文学习是体系性非常强的 是不是啊 那再比如说神态的时候 我们马上要在这个接下来的春季班就学习了 这些都是人物的表现 都能让咱们的文章变具体 对吗 孩子们 OK 那么五要查成字 是否分明 是不是详略得到 六啊 要查语句是否通顺 也就是说你的大的问题没有毛病了之后 最后我们要检查了 哎 这个句子是不是有病呀 有病我就要给他修改了 这不就叫修改定句了吗 对不对 孩子们 OK 那么刚才这一个是这一块 这个板块啊 是老师从整体上和大家分享了 我们为何要学习修改定句 以及我们如何去修改自己的作文和别人的文章 那今天呀 后半部分的安排 我们将具体的解决其中一个板块 这个板块啊 就叫做如何去修改句子 我们要先把小的地方基础打扎实了 那么到大的地方我们才能够得心应手 对不对 好 现在沉淀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